欧茨曼资料照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骑士今天进行备战雷霆的训练 总教练泰伦鲁特朗鲁尔鲁受访时 谈到球队先发阵容 他表示会再让菜鸟欧茨曼 CD欧茨曼先发 并且短期内会延续下去 泰伦鲁解释 我喜欢他带来的东西 这样詹姆斯Liberand Gems 可以打到四号位 对手会面临很大的难题 因为场上四名球员都可以持球快攻 这是关键 泰伦鲁预告 明天先发将与新阵容守战相同 分别为詹姆斯 欧茨曼 希尔 George Hill J R 史密斯 J R Smith 与中锋 T T Tomperson Triston Thompson 泰伦鲁也提到 胡德 Rodney Hood 将战时从替补出发 我认为让他从板凳出发 可以作为得分威胁 我们必须透过他执行战术 这很重要 球队目前会维持这样的阵容 有趣的是 在前一队上赛尔提克的比赛中 欧斯曼抄走俄文 Kerry Eving 的传球后想快攻扣篮 不料在没人防守的情况下 却被篮筐盖火锅 连节目侠客 乌龙球都发推特 欢迎他加入 对此詹姆斯说 他很出色 他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不会对那次失败的扣篮多说什么 此外 22岁的欧兹曼生涯前两场先发比赛 场均攻下14分5 五篮板三助攻的成绩 且骑士都赢球 明天将是他第三度先发 本季至今 欧斯曼平均上场9分钟 脚出二 9分1 八篮板0 四助攻的成绩 明天可以 2014分颜色 前面 7分颜色